大家好,欢迎来到点新闻,我是张云飞,在香港与你一起点视成金 美国硅谷银行倒闭的事件持续发酵 美国金融体系是否面临系统性风险,引发广泛讨论 而周中,出炉的CPI数据显示,美联储抗通胀的压力仍然存在 那么,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美联储将作何选择? 硅谷银行的倒闭又会否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呢? 相关的话题将由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金融专家胡定和 与申万红源资产配置首席分析师金茜静共同带来点评分析 两位好,硅谷银行倒闭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周 经历了初期的恐慌之后,目前也看到了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 就是美联储、美国财政部联合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宣布为硅谷银行兜底 胡先生,您怎么评价拜登政府对这次事件的处理呢? 美国政府反应也非常敏捷 拜登虽然80多岁,我觉得他反应非常敏捷 他出来讲话,保证一次处付无损失 由联邦存款保险基金来赔付,来付款 同时管理层全部开除 但是股东会有损失,因为股东你是投资嘛 存款付,它是负债 同时他也表态要追查这次硅谷银行倒破产的原因 并问责 他也自吹奥巴马实习 他和奥巴马配合成功的加强监管 暗示了暗指川普监管不利 是的,那么兜底资金的额度 现在是设置在250亿美元 这相对于硅谷银行2200亿美元的资产规模 是否显得杯水车薪呢? 250亿的资金的话 主要是财政部提供的存款 外汇保稳定基金 他用外汇稳定基金 用财政部的250亿提供支持 他主要这次破产问题 解决还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出手 所以他对解决 那个硅谷银行的破产问题 没有问题 我看这次已经止损了 已经处理的还算比较快 比较完美 好的,关于美国政府在本次事件中的 反应速度、措施力度 金女士,你如何评价呢? 关于这个250亿的美元救济基金 是否足够去支持这个硅谷银行的一个事件 那么实际上 这部分的这个资金呢 是一个额外的流动性支持的一个工具 也就是说其他的一些银行 如果他在未来遇到流动性的问题的话 那么可以以他的相应的一些资产 进行抵押 然后换取流动性 去应对一些紧急的流动性的 这样的一些需求 那么这个跟硅谷银行本身 储户的兑付的这部分 其实是分开的 而且硅谷银行本身的话 它自身持有比较多的这个高流动性的资产 包括现金还有证券 占到接近60%以上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其实大部分的储户 能通过一定的变现 来获得这个资金的一个兑付 只是说时间上 可能有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 所以总体来说呢 目前这个支持工具 还是能够去应对未来潜在的这种流动性的一个 非挤兑式 或者说比较正常的这种流动性的一个需求 那当然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的是 为什么这次美国的这个监管层 政府包括美联储 它会这么快地采取一个 对于所有储户的一个兜底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那么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还是为了防止这种 挤兑的恐慌情绪的一个蔓延 因为硅谷银行破产 虽然有一定的它这个自身的一个个性化的因素导致 但是呢 其实也还是反映了整个美国高利率环境之下的 这种银行自然负债表恶化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从我们看到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 那其实当前很多美国中小型银行 它也普遍面临这个流动性紧张的一个问题 那么包括由于利率快速上升 导致的债券投资的浮亏 这部分很多银行也是一定程度上相当比例的提升 那么虽然可能有很多没有像硅谷银行这样 已经完全超过了它的净资本 但是这个占比其实也并不低 所以任由这样的一种情绪发酵下去的话 可能更多的银行 特别是中小银行 它会面临这个挤兑的风险 那到时候可能很多在清算的模式之下 它可能就面临这个资不抵债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但是如果任由更多的机构去倒闭的话 那可能它就会从一个金融机构的一个问题 更多变成一个实际经济的一个风险 所以也是想要让这个风险传导的链条 能够更快地得到一个阻断 防止风险进一步的一个扩散 其实这次倒闭的硅谷银行 之前一直被认为是行业的优等生 在宣布倒闭前的3月7号 它连续5年登上了福布斯年度美国最佳银行的榜单 并入选了福布斯首届金融全明星的榜单 有关它倒闭的根本原因 业界普遍认为是由于美联储持续暴力加息 导致硅谷银行持有的美债利率快速下跌 资产规模大幅缩水 那么纵观整个过程 胡先生您认为这暴露了美国经济存在的哪些问题呢 2020年下半年因为疫情导致全球经济低迷 美国联储物银行开始大放水 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的发展 他本来以为他们放水会促使 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跟着放水 这样中国如果同步放水扩大产能 这样向美国可以低价的输送产品 这样可以控制美国的通胀 但是因为疫情的阻隔 还有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的下降 中国没有同步放水 所以就没有达到它从中国得到低价产品的目标 所以美国就通胀加大 通胀加大后为了一致通胀 美国在2022年又开始激进加息 加息来得非常陡峭 这样激进加息的结果就是城门石虎 央集自己 你看那个2022年6月份 美国联邦储负银行进行年底压力测试 美国的前34家银行通过了测试 包括那个硅谷银行 硅谷银行是第16家 但是这是很快 你看也就半年多的时间 硅谷银行就出事 这样也反映出美国联邦储负银行的监管能力 和这个安全控制可能有些问题 但这次出来问题之后 联邦储负银行的仪式 它对硅谷银行 对全美国的银行提出用流动性高的证券 提供抵押 全个抵押 这样增加流动性 同时呢可能很快 他们就会掉头 开始停止加息 高盛认为那个3月22号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可能不会加息 甚至会降息 年底前会降50个基点 日本野称证券更加认为可能3月22号就会降息25个基点 说到美元加息的问题上周初受到硅谷银行倒闭的影响 市场上确实出现了不少停止加息甚至减息的预期 但我们也看到随着美国2月CPI数据的出炉 又有不少机构认为当下抗通胀的压力仍然存在 认为3月仍然会加息25基点 对此金女士您怎么看呢 所以从短期的影响来看的话呢 我们觉得的确会让这个美联储可能一定程度上更多去考虑金融市场一个稳定性 那么考虑到现在中小银行还是面临一定的潜在压力 包括市场的紧张情绪也还没有完全的平息 那么为了稳定市场情绪呢 美联储可能3月份我们觉得放缓加息节奏的一个概率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么当然当市场情绪稳定之后的话 未来美联储过不政策的政策的一个决策 应该还是要基于美国经济的这个基本面 那特别是我们考虑到美国内在的供需不平衡 导致的这个高温高通胀的这个内在问题其实依然是存在的 那如果说目前的这个风险 最终是以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方式度过的话 那么从中期来看 美联储可能依然是要依据通胀的一个前景 去进行货币政策的一个调整 是的 另外本次硅谷银行倒闭事件 也被拿来与2008年的雷曼事件做对比 胡先生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两者的异同呢 危机的相同之处就是风险被控制好出现了流动性危机 硅谷银行是一家那个商业银行还是随随一家 他的这次出现危机之后呢 他的资产负债端都还算是比较好的 他的负债主要是高科技公司 那个他扶持他们上市 上市之后他没了资之后 没了资存在硅谷银行 负债呢 他很多是买的是美国的长期国债 还有一些相关的债券 风险比较小 而雷曼兄弟呢更多的出现了 这个是他们做期货 做衍生品 高杠杆 因为雷曼兄弟是个投资银行 是一家投资银行 高杠杆 所以他出现了很大的风险 好的 那么有关硅谷银行与雷曼银行的区别 还有联系 金女士你怎么看呢 那么当前这个硅谷银行的这个事件和雷曼时期 最大的不同在于 雷曼时期呢 是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 出了很大的问题 那么他引发的是一个债务危机 那么同时呢 实体经济本身 是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导致这个底层资产 银行的信贷资产出现了一个危机 那么目前 硅谷银行的这个事件呢 它更多还是 由于利率的快速的一个上升 导致了金融机构面临 更大的一个资产负债表的压力 那么一方面 由于利率上升 银行的这个存款流出的速度在增加 因为很多美国银行 它的这个存款调整的速度 是没有基准利率那么快的 所以在利率快速上升的过程当中 很多资金外流到了 像一些货币基金 或者其他的一些更高息的一些资产上去 那么当然硅谷银行呢 因为它有很多是来自于科技股的这个企业存款 这些存款可能在去年 就是整个高利率的环境下 那很多高科技企业它也面临融资困难的问题 所以它的存款流出速度 本身也是在放缓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高利率同时也导致了 这些金融机构 对硅谷银行为代表的 持有大量的证券 作为一个资产 那么由于利率的快速上升 都持现了一个浮亏 那么这部分浮亏 其实大到一定程度 就可能会击穿这个银行的这个净资本 那也就是真正的达到一个资不抵债的 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硅谷银行其实就是 两方两端资产端和负债端 都有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导致快速的走向了这样的一个 破产的一个格局 所以这一轮目前来看 它的确更多还是一个流动性的风险 而硅谷银行本身的这个信贷质量 并还没有出现说很大的一个问题 是的 一方面各国银行 风投机构等要求美国政府就硅谷银行 另一方面市场担忧 美国的地区银行危机会蔓延到欧洲 上周瑞士信贷银行股价出现了大幅波动 有分析指 它面临的情况与2008年 雷曼兄弟倒闭前类似 那么这次银行业的恐慌情绪 对全球金融市场究竟会带来哪些更深层的影响呢 我认为这次出现这个事情 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 但疑似影响美国联邦储物银行的加息 可能不但不会加息 还会马上缩表 害怕出现类似的危机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它可能会对加密数字金融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这次的金融危机 首先它就波及了 也是波及了一个第二大的稳定币 USDC 过去大家认为USDC是非常可信的 大家知道加密数字金融的第一大稳定币是USDT 但它的透明度不是很高 而后面排挤位的LULA 韩国中创造的去年5月份爆雷 损失了几百亿美金 而USDC大家认为它是最安全 因为它通过审计以资产做抵押来发行USDC 它有400亿的美金储备放在国家银行 其中在硅谷银行有33亿美金 这次出现问题之后 USDC对美元或者对USDT的价格 从1比1 以下最多的时候跌到0.879 就跌了百分之十几 跌得非常惨 非常惨烈可以说 所以这次出现问题之后 大家可能加密数字金融的人士 就会对稳定币的影响 就考虑到 它这个不只限于弥补亏损 追回损失 而它会看到对原本倡道的稳定作用的巨大冲击 思考去中心化的稳定币 我们也注意到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组建了一个专门联究 加密数字金融的创新团队 不他州也立法承认 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到 泰国 俄国等 纷纷的就是加强了对比特币的联究 俄国因为被美国制裁 被踢出了Swift系统 所以它的国际结算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俄国裁委会公开声明 到今年7月 他们将允许开放以比特币 和加密数字货币结算的国际贸易 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是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大涨 从6.94元人民币兑一美元 大涨到6.84元人民币兑一美元 是的 另外瑞信3月16号表示 计划向瑞士央行借款最多约540亿美元 这也引发了对于救还是不救瑞信 能不能救的讨论 那么想问问金女士 瑞信的情况是否意味着危机正在蔓延呢 那么除了贵股银行之外的话 最近大家也发现另外一家欧洲非常大型的 这个银行瑞士信贷股价也是出现了大幅的一个波动 那么它的年报应该说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是非常糟糕的 我们看了一下它的这个总资产缩水将近30% 那么其他的这些盈利指标也是明显的一个恶化 实际上瑞士信贷在去年就一度引发了市场一个敏感的神经 因为它其实是主要是在投资银行业务上面 出现巨大的这个亏损 那么导致它整体的一个经营状况 进入到了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格局 那么它之前想要做的一些所谓的战略调整 最终也还没有真正让这个经营状况改善 那么所以在前两天它的这个年报公布的时候 就看到了一个非常差的一个结果 那刚好也是卡在了这个贵股银行事件 刚发酵的那么几天时间内 所以也一度导致了市场情绪的一个波动 但瑞士信贷呢 如果你从它的这个问题上来说 它的确更多的是它自身决策失误的一个影响 也就是个性化的因素占比会更高一些 那么但是硅谷银行呢 其实它还是一定程度上反映的一些 美国银行业包括全球银行业可能面临的这种 加息快速的上升过程当中 利率快速上升过程当中的一些比较普遍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并不能代表说这个是这个危机的蔓延 瑞士信贷它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 之前它就有爆发问题 但从瑞士信贷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银行 如果它最终真的破产的话 我们相信它的一个影响程度很可能是要明显大于硅谷银行的 而且这些大的银行可能我们潜在的看不到的一些风险 比如说一些对手盘的一些风险 会不会影响到其他金融机构 这个可能是潜在的需要关注的一个风险点或者说压力吧 可能从整个全球资产价格来说的话 在现在利率高位 然后呢经济可能也是高位逐步向下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可能整体的海外资产它还是需要有一个出清的过程 那么在此之前的话 可能整个资产价格的波动性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 马斯克日前表态 指推特收购硅谷银行保持开放态度 胡先生对此你怎么看呢 马斯克的确他表态就是说对这个收购硅谷银行持开放态度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马斯克他这个人呢 他就是嘴比较大 喜欢说各种话 大家知道他那个以前特斯拉等等 他就随便说话 引起了美国这个证券管理委员会的注意 甚至给他警告 2021年他还有多次罕单 比特币 狗狗币 柴银币等 反复的裹韭菜 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 包括收购推特之后 美国的监管 监管层也对他比较警惕 但是呢 我们也注意到了 马斯克的确是一个水平比较高的人了 他这个水平很高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创立了这个X.com 也就是PayPal的前身 这样他是在线支付嘛 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他对那个高货级和金融都有涉及 他也在收购推特之后 他的目标也多次表示 就是想打造全的应用X 他认为只要能提供便捷的支付方式 就能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如果马斯克能收购确贵银行 能够把它转身为全新的数字银行 通过数字转型 这样可能对支持高科技 支持这个创新企业 可能也是个利好 而且这个利好对推特 或对硅谷银行都是利好 所以我们也 落关其成吧 感谢两位嘉宾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记得在YouTube搜索点新闻 或是下载点新闻APP 为我们按赞 我是张云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星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